基隆浪曲嘉年华7月27、28两天 将在八斗子渔港的碧沙博区热闹登场 市长谢国良带领产发处长林鼎超 跟文化观光局局长江婷梅共同宣布 特别邀请14组强大卡斯轮番献唱 其中出身基隆刚获得金曲奖最佳原著名语歌手奖的五四爱 特别来到记者会中为活动宣传 所以就会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是 很希望更多的基隆在地的年轻人都留在基隆 然后像刚刚市长有提到说 音乐再来基隆会有音乐的基底 我都会觉得想说 我怎么不是现在才出身的 没关系这个时候还来得及 因为我们有这个最佳的这个原著名语歌手的五四爱 可以正好就是我们基隆市音乐城市的最佳带领人 对不对 这也是我们的荣幸 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就有说年终要加开一场 那小爱爸爸实现我们的诺言 而且这次在室外 室外也许就有一些天后上的一些不确定性 不过是因为夏天即便夏点小雨 反而可以这个疏解一下这个夏天的这个暑气 那我们欢迎大家7月27号7月28号这个周末 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卡司是不输我们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的卡司 我们也有信心让上万名的这个基隆 及全国各地的民众好好来基隆跟我们同欢同乐 基隆浪曲嘉年华7月27号晚上 也将在渔港释放主题烟火秀 搭配80摊的山海市集 让市民朋友跟外地游客 一起来海边享受音乐美食 爱上浪漫的基隆 记者黄祝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